早上好 我是马来西亚道教总会的总会长 陈和长 道长 然后今天是我们 马来西亚道教总会举办的 归宗传渡仪式 这次我们的归宗传渡仪式 我们得到最好的反应 总共有七十位度生 这是非常好 就是也可以说 现在我们的年轻的 我们的道教信徒 更了解这个道教 未来参与我们这个路道仪式 这个归宜了 他们就是不是一个信徒了 他是一个道教徒 我相信这样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因为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千传万 我相信未来 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成功 弘扬这个道教在马来西亚 然后这个 我们马总会一年一年会做几次的归宗传渡 明年我们会做一个更大型的归宗传渡仪式 因为明年我们的一个会员庙在马坡 那个二哥佛庙他们会做一个路庙仪式 然后会邀请江西龙母山道教协会的法会团来到我们的马坡做这个道教的仪式 然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个很大型的这个归宗传渡仪式 我相信到时候会得到更大更好的反应 来参与这个归宗传宝的大法会 也赋予大家更多我们道教徒 道教信徒来参与这个大法会 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功德主来支持完成这个山清道观 因为这个就代表很大很大的代表性 代表道教在马来西亚 然后就是我们也很荣幸跟这个仙境集团来合作 合作来建一座这个山清文化馆 这个文化馆很特别 虽然它是一个我们的古灰塔 但是在楼下就是我们山清的文化 我们山清文化律史教义等等会记载这个我们的山清文化馆 然后我们在这个山清文化馆 每个单位就是双人的古灰会呢 这个山清文化馆会分享一半给我们这个道教主会来建这个山清工的建庙基金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还有就是在这个买这个口味味呢 它可以分其付款 比如说四万一个位是四万但是我们会扣十八千就是我们会只收三万六 那三万六还可以分十年来分其付款 就是说每个月只是要付三百块就可以买到这个古灰会 然后每次我们这个买古灰会的人呢 每个月都会做出塞都会做功德 因为每个月那三百块呢 一部分就会给我们准备做这个建庙基金 所以我鼓励这些我们的信徒们呢 勇业的去支持我们这个山清文化馆这个计划 这些都能到处支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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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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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